好 这里在讲缘起 因为这本经它主要的五个因缘 我们来看 它说 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 它说 云和色及云和色面 云和受想形式及云和受想形式面 这个其实就在讲五蕴的身心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么讲五蕴的身心怎么来 其实是在讲 我们的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因为五蕴身心是一种夜暴身 我们把这个东西先弄清楚 因为经文它是分开讲的 那我们这样逐句逐句看 我们会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所以比如说色及 受及 想及 士及 然后这些分开来 我们会不知道它讲什么 它基本上是这样 重点就是因为有苦 因为有苦 这个苦我们叫做醉苦 夜暴 有时候我们叫做醉 醉苦 醉暴 然后苦 苦是因为有业 苦是因为有业 苦 这个苦 这个苦是我们的感受 苦 那么苦是因为有业 这个是业暴身嘛 产生的苦嘛 醉暴身产生的苦 产生的是果暴身 我们都果暴身了 业暴身或醉暴身 业成熟受暴 产生的苦 所以叫做业暴身 那么苦 业是因为有烦恼 那么 因为有烦恼 造业 业成熟 就感召这个五蕴身 这个五蕴身就受苦 那佛法从 用世间来代表 用这个世间来说明 这个苦 那么包含这个苦 所以现在就是 现在 这本经就告诉 他只是简单的几句话而已 他只是告诉你 这个苦到底怎么来的 那他这里说的 这是五蕴身 五蕴身 五蕴身 那么也可以讲五蕴身 那五蕴身 就是射受想行事 我们说这个是就 人来说 有情 佛法以缘起为核心 缘起以有情为核心 有情以人为核心 其实就是这样 那人 以 人就是怎么样 人怎么来 要怎么样解决这个苦 那么人以离苦 佛法中就是以离苦 缘起就是要告诉你 有因有缘世间及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佛法 佛法简单讲叫做此故彼 此有 此有 这个彼世间 此有 这个是此 此有 故 彼有 所以世间会生起 无因会生起 无因就是彼 此故彼嘛 缘起简单讲就三个字叫做此故彼 那么讲多一点叫做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因为它有两转 一转就是流转的 这个是流转的 生死流转的 生死流转 世间它是生死流转 一个叫做缓灭的 涅槃缓灭的 这个灭跟道 这个是涅槃缓灭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熟 非常熟才可以 这个是涅槃缓灭 从这里讲 这个是涅槃缓灭的 那么你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你缘起了道理不熟 所以你你常常会非因基因非国际果 用错误的方法要去解决现前的痛苦 用不正确的方法要去解决现前的痛苦 结果有时候可以解决有时候不可以解决 但是解决不是你真的解决的 而是你不继续照做 它那个缘暂时停下来 那你以为就消除了 就好像你念佛 你也念病好了 你就以为 念佛把你的病治好了 你会这么认为喔 那你比如说你经济不好 那念我念佛 忽然间生意赚钱了 佛让你赚大钱了 你开始会有这种错觉 那其实它有些只是你在念佛的因缘 或是你在专心的因缘下 那一些业 要成熟的还没成熟 已经成熟的已经受苦 这样要成熟的还没成熟停下来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就会错觉 原来一切苦乐的因都在佛身上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怎么念佛 怎么拜佛 怎么巴结佛 怎么会弱佛 怎么祈求佛 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个是错误的 但是你说没有效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效 但是有效并不是 你就会错以为 错以为 一切都是 佛在决定的 那其实不是 你自己决定 所以我们叫做 这里叫做持有故彼有 持有 故彼有 因为 因为有业 所以有这个五蕴身心在受苦 这个苦就等同这个五蕴身心了 那所以这里叫做涉受想行 这是涉及 身体怎么来的 感受怎么来的 想怎么来的 行怎么来的 事怎么来的 分开来有 分开来有一点点 不容易说 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重点不在讲身心怎么来 重点在讲苦怎么来 因为身心如果没有苦 那我们不需要解脱啊 五蕴身心如果没有苦 我们是不需要解脱的 那如果没有 现在没有苦 未来 也没有苦 那我们也不需要修行 天 天人没有苦啊 这个 色舞色界天都没有苦啊 但是从色舞色界天掉下来就开始受苦了 这一生没有苦 下一生可能就会有啊 所以说如果这一生都让我 每一生都让我像这一生这样过生活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用特意要求解脱 就是这个意思啊 可是不是啊 不是 那么所以 你随时处在 堕三恶道的风险之中 随时都有可能不小心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 不知道百节生 不是百年生 弥勒佛再来你都还没来 还没上来 我告诉你真的 所以 因为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才必须我们要赶快 远离这样的风险 好像你在大海里面 这几天是风平浪静 什么时候要刮风下雨 什么时候要由鲨鱼上来不知道 所以要赶快怎么样 赶快到岸 就永远没有这种风险 管它什么时候刮大风下大雨 管它海里面有多少鲨鱼 我都不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心才要解脱啊 好 所以 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彼就是苦 彼就是五印身心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的苦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世间受这样的苦 就是讲到这个吗 为什么 只有我在受苦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一起受苦 类似像这样 好 那么你就要查嘛 持有顾彼有 彼有 是因为持有 持有 所以顾彼有就是一定会有 你不能说我这个苦 跟 跟我的业没关系 那我的苦一定跟我的业有关系 持有 顾彼有 那业怎么来 持有 顾彼有 那烦恼怎么来 我见我爱嘛 所以佛法 很清楚在讲这些东西 那 那解决的方法 一样啊 你看 等一下就会讲 色己色灭 为什么要讲 这里这一本经是简单讲而已 就是己跟灭的问题而已 己就是 找到这个因 让 然后 以方法消除这个因 让这个因 让这个苦不见 灭是灭苦 灭是灭苦 因为重点是苦 可是 你要灭苦 你必须一定要找到苦因 找到苦因就能灭苦吗 没有 找到苦因还要用方法 才能灭苦 你已经知道我见是生死的因了 然后就能够苦就没有了吗 没有 你要想办法 用方法去掉我见 所以这个道也很重要 那现在就是在讲这个理啊 你这个先知道这个原理 解脱的原理及方法 佛法不外乎这个 就是离苦的原理跟方法 为什么要离苦 第一个什么是苦 有哪些苦 为什么要离苦 不离苦会怎么样吗 离了苦又会怎么样 这个要清楚啊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离苦 要离到怎么样才叫做 究竟不会再受苦 才叫做苦都灭掉了 那不是扶住而已啊 但是没有苦 那还没有 那还没有离啊 那只是苦暂时休息 扶住而已 所以这个道理你要清楚 怎么样才可以让苦 永远 不会再 但我们永远不会再受苦 我叫做解脱啦 所以这个此故鄙 此故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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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这个原理一定会告诉你 此有 因为此故鄙一定是此有故鄙 你看 此有故鄙 此有故鄙 此有 故鄙 此有 缘起就是此故鄙 此有故鄙 然后 接下来就是什么 你要让他没有 此无 故鄙 鄙 所以 他的道理就是什么 比如说 你有苦 鄙有就是有苦 那是因为有业 有苦 有孕生所以有这个苦 就是这个世间嘛 有孕有孕 世间级嘛 五应生 那五应生就代表有苦 有苦就是因为有业 所以你要离苦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没有这个业 此无故鄙无嘛 所以此有故鄙无 的下一句一定是此无故鄙无嘛 所以你有苦 你想离苦 你一定要知道苦因是什么 是业 所以你要离苦 你就必须要没有这个业 有这个业 业成熟了 就一定会受苦 所以 那有业 我们一定有业嘛 那业就有分成熟不成熟嘛 就说定业不定业嘛 成熟跟不成熟的 已经成熟跟尚未成熟的嘛 那么已经成熟必然要受报 那个叫定业 还没受报 那已经受报就是苦了 已经受报就是苦了 还没受报的 但是决定会受报的 那个叫定业 所以业就有分定业跟不定业嘛 定业跟不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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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你定业就是已经成熟 决定要受报 但还没受报 还没受报 就好像提伯达多 第一业已经是定业了 还没下定业 但决定会下定业 那你六道 我们六道都有业 但是第一的业 如果我们这一生学佛 第一的业可能很小 就算过去生有 这一生也不会成熟 因为我们五戒时善 听经文法 善业增长的话 基本上都是仁天的业 但是会做人会做天 还不一定 业业有分很多种 这个是一手果报 又有饮业跟满业 你生到六道的是饮业 那么圆满不圆满 是男的是女的 漂不漂亮 专不专业 有钱没钱 头脑好不好 这个是满业 因为不一定 但是成熟他一定会受报 不能不受报 已经是定业了 不能不受报 所以 业 已经 这个是已经受报的业 是苦嘛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人 我们现在做人 这个叫做五蕴 这个是罪报生 业报生 我们这个叫做业报生 说罪报生比较难听说业报生 可能比较好听 我们这个是业报生 业报所感得的生 业报的色生 业报的生 生就是指身心 业报生 那这个是已经成熟 已经受业报了 是男的 是女的 生在台湾生在外国 有什么样的父母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家庭 然后 然后长得高矮胖 反正这些 都 他基本上是已经成熟的 那这个是从业来 业来 过去的业 现在成熟受报 那未来的业呢 看现在有什么业 定业 那么你学佛的就是让那个不定业 让那个不定业不成熟 当然是恶业 或是流转生死的业 那三二道的业 我们又有 我们身上都有三二道的业 不会没有 但是自从我们学佛之后 我们五戒 那么就不剁三二道 我们持五戒就不会剁三二道 要持喔 不是受五戒喔 受而不持依然剁三二道 受之后要持 持是因为你有受之后 你开始持 皈依 皈依佛 不斗 地义皈依法 不斗恶鬼 归生不斗畜生 并不是你皈依了就不斗三二道 皈依是你念念 时时 每一天都向佛学习 依法修行 这个叫皈依 不是我哪一天 哪一年哪一天 在哪个道场跟哪个师父皈依 我已经皈依过了 不是这样的 那皈依就是 皈依是皈向 向什么 向着佛学习 依是什么 依着佛 依着佛说的法修行 那你必须要这样 皈依是时时在皈依 天天在皈依的 不是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类皈依的 那你皈依过你就不多三二道了 这么好 那我要多皈依几个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因有此有故彼有 他告诉你怎么呢 你有这个你就有这个 你要这个没有必须这个没有 好那现在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是从这个来的 所以你要没有这个你必须没有这个 此无故彼无嘛 缘起为什么重要 就是不会让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找到正确的方法 解决真正的问题 那所以我才讲嘛 上一节课讲嘛 所有的人 因都是什么 因都在佛身上 苦乐的因都在佛身上 所以因为都在佛身上 他能够与苦 能够把苦能够与乐 所以我多念佛多拜佛多供养佛 多祈祷佛 我的苦就会少一点 我的热就会多一点 这个就是借进去 非因即因非果 你说念佛很好 好是好 佛是好 念佛是好 不好的就是你的心不好 不对 就好像出家是好 可是出家的心不对 虽入圣教 游行邪道 余杰之丁说的 虽在虽念佛号 游是愚痴 佛是觉悟的嘛 智慧的嘛 但是 你虽然念佛 但是你是愚痴的 你不是 你不是 多闻圣弟子 你是愚痴 无闻凡夫 还是一样啊 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 此有故彼有的道理就是 你要确定那个因 那个果是有什么因形成的 你要灭去这个果 你必须灭去这个因 所以你没有灭这个因 你灭不了这个果 没有 这个果没有灭 这个苦不能 不能免 所以你说 有灭罪真言 有灭定业真言 其实它都是一个方便 让你的心 依着佛法 暂时不造恶业 然后清楚的理解 我要怎么修 依着法修行 如果你没有归结到 灭烦恼来 那么 你的灭 灭罪真言 灭定业真言 是灭不了的 如果你最后 心定下来 那么 对于你这个苦暂时 洗下来 你开始去学习佛法 开始了解 缘起的道理 从烦恼下手 开始 我们讲过嘛 你已经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觉察 烦恼的阶段了 已经是真正的念佛 佛就是觉嘛 佛就是觉察 你已经真正 你虽然没有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要师佛 但是 你真正在念佛 这个是真正的念佛 因为你的心 你的念头 跟佛的觉察 是一样的 你开始知道 你要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所以 你开始进行控制烦恼跟调伏的 反反的阶段 那个就是戒跟定 然后渐渐渐渐的 你要把烦恼的根本断除 透过像 这样的观察 五蕴 这个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好丑 粗细远近 色如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仰愿行如 八交事如犯法 你透过这样的观察 那么 必须前面要有 你这样的智慧观察 前面要有定跟会 定跟戒的 那你还要之前要有这一种观念 那么你才有办法 戒就是控制烦恼而已嘛 定就是调伏烦恼嘛 那么你到这个时候你的会有力量 又熏悉这个 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把这个烦恼根本断掉了 在还没断烦恼根本的时候 你必须要进行 控制烦恼跟调伍烦恼的阶段 你不控制不调伏 你根本烦恼断不了 根本烦恼断不了 你不可能不起烦恼 因为所有的烦恼 贪嗔痴所有的烦恼都从我见我爱的根本烦恼起来 那么才会引申嫉妒我慢 种种种种的烦恼 这些烦恼就形成种种的业 种种的业就形成种种的果报 种种的果报就受种种的痛苦 种种的痛苦又引起种种的烦恼 那就这样 无止境的循环叫做轮回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世又一世的受苦 每一世都想离苦 都离不了苦 做不了主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从阴下手 你不知道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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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这个苦有 这个是彼有 有这个五印身心 是来自与业 你这个业没控制好 那么你就不能离苦 那所以 振了出国的人他我见我爱断了 他的烦恼增长的有限 有限还是有但有限 那所以他绝对不会断这道 因为他轻嘛 所以他造的业通常不会离开人天善业 但是 他这个业也有限 再怎么懒惰懈怠 妄恋不正知 他一定会精进用功 那么最多七次 他一定会把这个根本断掉 有 那么就不再受苦了 从此解脱自在 不再受苦 那气是怎样 那你如果不了解原启的道理 你不知道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你此 此无故彼无 此有故彼有 所以你要离苦你还必须从业下手 从业下手你必须从烦恼下手 那么先从这边下手 那么这边里面先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但是你除了控制烦恼调伏烦恼之外 你一定要知道 无运无常无我的道理 这个时候 你在烦恼调伏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才可以运用你 原有的这一种有漏智慧 进行观照 而这趋向无漏 这个就是波罗经讲的 文字波罗起观照波罗得十项波罗 那么你的十项波罗必须 从文字起观照而有 文字就是多文熏悉 所以佛陀为什么常常讲多文圣地子 多文熏悉 因为智慧一定是文思修正 多文进行如理思维 透过加行观照的修学 那么这些调伏烦恼控制烦恼的这些修学 那么法学法行的 这个一这个道去修学 试念处 事如意足 五根五律 这些 那么慢慢慢慢 你就能够怎么样 证 可以得证所成位 文所成 诗所成 修所成 那么才能得证所成 那个时候 才能得波罗波罗蜜 才能度一切苦恶 那么才能离一切苦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讲的就是这个 好 我们再来看 那因为他是分开讲 所以 我们单单看这个经文 我们不晓得 会不太容易他在讲些什么 他现在看 所以第1个 我们在解释的就是 五蕴的挤跟灭 挤跟灭 灭就是 灭就是灭苦 不是把这个五蕴生灭 当然 当你烦恼根本灭 不受后有的时候 他不是灭这个五蕴生 不是喔 是 不会再有 受苦的五蕴生 所以 这是苦 聚集 的这个生 所以常常讲这个五蕴生叫什么 纯大苦聚集 佛法常常讲 纯大苦聚集 苦运聚集 就只这个生 那你灭就是不受后有 你为了 因为这个已经罪报了 罪报要受完 一定要受完 那受完就不再受 因为他这个是过去的业嘛 你不能灭 所以 你没有办法灭定业 没有办法灭罪 已经形成的罪 没办法 你顶多只能够 灭烦恼 那灭烦恼已经要受的罪 你不会 深苦心不苦 深受心不受 那个时候就叫做 重罪轻受 心不会 你安心受报 那你不会再 不甘愿怎么会更加苦 不会 所以 顶多只有深苦 心不苦 那这个是已经有的罪报 那 已经成熟的定业要受报就受报 已经在受报的苦就让他苦 以后不会再有 受完不会再有 但是没有的不会再有 没有的不会再有 以后不会苦了 那其实这样而已 修行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懂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天天心外求法 什么都求 就是从来没有求过自己 就是要怎么修行 所以重点在灭烦恼 不再灭定业 不再灭罪 灭定业灭罪是方便说 主要还是要让你的心 收摄在 这个咒语 这个佛号上 让你的心定下来 定 然后能够生会 静下来看会不会想的比较多 想的比较有道理一下 所以缘起是很重要的道理 那么 也 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可是我们每次每次 都这样去观察 这样去观察 你就能够断借进取 借进取不断 身见不可能断 似地 乙不可能断 三件就是借进取 身见跟乙 就这三个 那身见要断 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不关照无印 你没有正确的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断身见 那你不懂得 这个道理 叫做苦极灭道的道理 乙就是对这个道理有怀疑 不清楚嘛 那么不清楚是 根本原因是来自哪里 来自于你错误的认为 你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你用一辈子 念这个灭定业真言 灭罪真言 然后能够要 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你念一个解脱咒 也不可能解脱 那类似像这样 那么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 所以 乙就是对四弟有怀疑 对于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苦跟疾 灭跟道 这里就像疾跟灭一样 疾跟灭就是苦跟疾 那灭就是 有方法来灭这个 其实就是苦疾灭道的道理 那缘起四弟其实是一个理 这两个 你没有确认 你非因既因 观念错误 你就不可能知道苦疾灭道的道理 不知道苦疾灭道的道理 你是不可能 没有道 你不能断身见 身见不断 你轮回不可能断 轮回不断 苦不可能断 就这样 所以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这种借鉴曲很重要 可是多数的佛教徒 多数的佛教徒 就认为 我只要这样一直做下去 我就会解脱 会怎么样 那么多数都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那么 很多都是回到 这个佛陀的那个 婆罗门时代 叫做 济世万人 婆罗门至上 废陀天气 很多都回到这个概念 这个是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 婆罗门至上 就是 诵经的时候 谁来诵功德最大 比丘 特别是出家久的比丘 最好是出家五十年的 这来诵 诵一步比别人诵很多步很有力量 加持力比较大 这个叫做婆罗门至上的概念 因为他是婆罗门种的 所以他诵经最有力量 所以我说多数的佛教徒在家也是这样 在家出家很多都这样念 对这个观念 诵经 出家比在家 诵书胜 出家人里面 比丘比比丘女书胜 比丘里面 长老比那个心学比丘书胜 一个 婆罗门至上的观念 就算他书胜 也是他自己书胜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送的经可以给你吗 他送经所得的智慧可以传给你吗 你账号给我传给你 你就收到了 哪有那么好 不可能 他送也是他送的 你送也是你的 所以 所以 书不书胜不知道 并不是看年资的 并不是看接辣的 不是 也不是看有头发没头发 也不是看性别 也不是看老跟少年轻跟年少 不是都不看这个 看你的心 你有没有跟定会相应的心 那来看你送这一本经 书不书胜 而且个人送个人得 他书胜 关系不到你 你书胜 关系不到他 你可以影响他 但是他的书胜 没有办法传给你 他可以影响你 启发你是可以 但是多数的人有婆罗门至上的观念 所以专门在找那一种 有修行的婆罗门 这个经过大家印证的婆罗门 佛教徒就是专门找那个有修行的法师来诵经 大家公认的法师来诵经 最有力量 其实就是这样 那其实 这种观念是婆罗门至上的观念 那废头天启 就是 这本经本身是佛说的 废头天启是废头经是废头说的 本身就有神力 那么你只要把经从头送到尾 送完 就有功德了 这种就是废头天启的观念 神话 神说的话 那 所以 不管你送什么经 你只要专心送就有功德 也不能讲没有 但是 这种观念就变成 诵经就是修行 好好诵经 专心诵经 不起恶心的诵经 就是修行 不是 诵经只是让你知道怎么修行 它不就是修行 这个很重要 那么以诵经念佛为修行 念佛不就是修行 念佛是启发你向佛学习的心 以佛为模范来修行 你天天念佛 不学佛 那怎么可能成佛呢 不可能 佛自己都要灭苦 才能成佛 你不用灭苦你念佛就能成佛 你比佛还厉害 你这尊佛是天下无敌第一的佛 不可能 那所以这种观念一看就知道 另外一种 就是济世万人 济世万人就是 这个印度时代种种的法会 解决种种的问题 你要超度 就地藏法会 你要消灾元寿 就要施法会 那你要做什么 就有各式各样的法会 你要现在很多在祈宇 祈宇有这个 有这个祈宇的法会 反正所有的问题都会透过种种的法会来解决 佛法它是说 种种的问题都可以透过种种的方法 就是道 来解决 可是你的道就是 一场法会 一场仪轨 大家跟着做跟着念跟着办 那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 但是 同样的法会可以解决 不同人的不同问题 可能真的可以吗 不可以 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有没有效 多少有效 但不是你认为的那种有效 多少会有效 因为你 至少你在诵经的时候你是虔诚的吗 你是专注的吗 你是起善心的吗 那这个时候你做法会的时候 至少你是不起恶心的吗 就算有也很少吗 对不对这段时间至少是 至少是善念相续啦 也不敢也还不能说正念相续 但是至少是善念相续的吗 那烦恼减少的吗 那么有助于缓解那一些将要成熟没有成熟的恶业吗 对不对 有助于缓解啊 那么 减缓 因为你如果没有你这段期间就不断造业 那现在这段期间暂时不造业 冷冻起来 延缓了吗 应该要受的果报 暂时不能成熟 延缓了吗 现在的善心增加了吗 虽然是有肉的 但至少 也是善心吗 但是 不是解决问题 只是延缓问题的 加重跟 延迟问题的发生而已 但是并没有解决掉问题 这个道理要知道 所以你要真正解决问题 你必须什么 你必须从烦恼下手 那烦恼要真正解决必须从 我见下手 我见我爱 那我见就是你不断要去观察身心 我爱就是 你不断要 减少对世间的依赖跟执着 就是从这两个而已啊 那你如果 你如果观念上没有一直去观照 无常 那么你是不能够断烦恼根本无我的 那么你在 你在生活上在行为上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舍离对世间的贪着 你的我爱是不能断的 我爱不断 我见是不会少的 我见不少 我爱也不会少 但是你可以所以要先控制吗 你要先从控制 我爱 不让他不那么 所以佛法里面常常讲嘛 几种层次吗 爱惜 赞叹 懒卓 或是说 贪 欲 爱念可 或是念爱可 反正就他有几种层次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层次 要让你 渐渐渐渐渐的 减轻 减少 那么 这样 一天 一天 一月 一月 一年 一年 然后再多一试一试 我告诉你 真的 也不用几试 你就渐渐渐渐向解脱了 真的也不用说 也不用说很多事 甚至有些人 不用很多年 那么就渐渐渐渐这样 你会发现到 很现前可见的 你会发现到 不管世间怎么变化 不管事情怎么变化 你的心情 变化都不大 总重点就是三个 缘起就是这样 你要观 人情的变化 事情的变化 然后看自己心情的变化 重点是这个身心 受想型 这边会讲 受想型不断对于你所爱着的世间 因为它产生变化 开始 你心情不断的变化 有受想型 那么这一些 这一些就是 烦恼 烦恼不断 就推动去造业 行 不断推动去造业 造业 没有停止的烦恼 没有停止的造业 它就会 不断成熟 不断成熟 就会有后有 然后现前的果报 会成熟 现前的业会成熟 未来的业会渐渐成熟 就形成我们不断轮回的因 其实它在讲这个道理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因为这个文字简单 但是它道理就是这样 它说 云而受想型是极 云而受想型是灭 其实就是苦极苦灭 其实就是这样 爱喜极是色极 爱喜灭是色灭 把这个念完 处极是受想极 处灭是受想灭 这个很明显前面是写色 后面是写受想型 然后再加上 明色极是四极 明色灭是四灭 这个五印它把它分作 三个地方讲 就是色受想型是 那么分别连接 爱喜 明色 爱喜处明色 那么基本上应该 它是这个五印身心 应该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爱喜处明色是 这个爱喜就是爱 一般就是爱 处 明色 是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缘起 它这里是这样分 我们来看 它这里的五印是这样分 五印 色 受 想 行 事 这个是爱喜 这个是明色 这个是处 处级 爱喜级 因 这个因 然后处级 生级 这个级就是生级 它有时候叫做转 有时候叫生 是 是 明色 明色级 这里应该是这么说 我看一下 应该没有写错 这个爱喜级是色级 爱喜灭色级 爱喜处级是受想行级 对 基本上是这样 触灭是受想行灭 那么 什么级 什么灭 就是持有顾不佑的概念 你 为什么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 你 不想要这个 你必须要去掉那个 它就是这样 那 明色级是四级 明色灭是四灭 比焦如是色级色灭 视为色级色灭 好 我们这个要来对照 它这里讲的就是 三个 主要是 爱 处 明色 然后是 但是一般缘起它是这么说 它这可能是把它分开说的 分开说 我们知道 如果从缘起来讲 无名 缘行 行缘事 事缘明色 明色缘六路 六路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老病死 幽悲老苦 生死 老苦 重点是苦 重点是苦 就生死的这个苦 好 那么它这里 如果来看 这个爱 无名行事 明色六路 处受爱 这个爱喜 就是爱 它说 但是它对照五印 基本上应该是 这个五印这个苦 五印这个苦 但是它把它分开来说 那么这个苦就是这个 五印 就是色受想情是五印 那它把它分开 它把它分开 变成色受想 这是五印 五印身心 色受想情是 这是五印 那么 这个五印的苦 是因为这个业成熟 这是由爱取 那 这个爱喜就是爱取 爱取 那 这爱取 是由于这个受 受它这里受想情 所以它这个处及故受想情及 就是这个处是怎么来的 这个处在这里 处就是 根成事合合生处 这个四是六根 六根 那么对六成 它就有所谓的处 还有六四 产生六四 这个四 四怎么来 四基本上 四基本上就是六根对六成 如果一般的说法是这样 六根 六成 六根对六成就引发六四 引发 就引发四 四在眼睛起作用 眼根对眼成起作用 叫做眼四 在耳根对深层起作用 叫耳四 其实就是一个四 但是 从不同的功用讲 有六四 但是它就是一个四 所以这个四怎么来 基本上是由 它这里讲明色极 当然你如果从三四两从因果看又不一样 但是建议不从三四两从因果看 这个当然从烦恼的运作看 基本上就是六根对六成 那么产生 那么它说明色极 那基本上是根成四 那明色我们说 明色一般有些从五印上说 有些就是明 明是指什么 色 受想行 色 就是这个色 所以 明色 四元明色 所以这个明色 就是 色 色 受想行 是 它就形成一个五印 那么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的 好 那 它这里的主要的意思 它基本上有这三个 色 这个是五印 五印就是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那么它说 色极故爱惜极 那么色是来自于 那么色是来自于 这个 爱惜 爱惜 那么 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这个身体 如果它单单 因为它分开讲 分开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么看 这个色是指身体 色身 身体的增长 来自于你对于这些食物 一般我们叫 试食 主要是断食跟猝食 身体的这一些 按摩 躁浴 饮食 饮料 这一些 食物的滋养 食物的滋养 就是这种爱惜 那么来 你对于这一些 这一些 这一些滋养你身体的这一些的爱去 那么造成你色身的增长 那当然重点是我爱 那么 这个我们叫做试食 意试食 那么才造成你这个色身不断的增长 受暖室 那么它说受想行 这个心所 这个主要是心所 这个如果我们把它讲心 怎样心所 心所怎么来的 受想行 感受 印象 跟 我们的 决定作用 我们要决定要做什么 做什么 透过我们的感受 跟印象 让我们决定要做什么 那么意志 我们叫知情意 那么主要是因为处 有这个处 所以就有这个受想行 那阿安金充电经常说的就是处聚受想师 处聚生受想师 处 聚生受想师 那受想师就是受想行 因为行心所最主要的就是失心所 那么聚生 就是你有这个处 你就会有这个受想行 所以它说受想行是处集 那是是名色集 那如果分开来讲的话是 是是依这个名色 那名色 一般我们叫做是是住 是是住 是依 是依色受想行而住 色 受 想 行 而住 就是 是会依这个色受想行而住 就是它会一直安住在这个 感受 那么这个 有这样的感受 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样的意志 那这个是就不断的认知 认为有一个我 那会有一个我 然后再依这个色身 依这个身心而取卓有一个我 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是名色集 可以这么看 那重点在讲集跟面 那么他在讲这个因 讲这个因 那么我们可以跟圆曲对照 但是 看怎么样去汇通他 那主要他这里就讲是 是是因为名色集 是远名色 那名色怎么来的 当然是六路 六路是内六路跟外六路 内外 就是六根六层 这个是内六路 这个是外六路 那产生 产生来的 是 名色 六路 有处 那就有受想 然后产生爱曲 就有这个苦 所以这个色基本上也可以是色身 身心 整个身心 五印身心 那么他是怎么来的 那么 直取这个身怎么来的 当然是有这一些 有爱曲 有爱喜 他就是爱曲 有就有就有这个身心了嘛 那 自从六路处受 那么这边就是受想 诗 受有受想诗 那这个爱曲 那前面这边六路 六路有内六路外六路 然后是名色 那最根本 这个是页 那最根本 最根本的就是我见我爱 以我见我爱为根本 那他这里是从 从这个爱曲这边 着重在这个爱曲这边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因为这个五十六经 讲的跟 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而且他很简单 但是他的重点 就是讲 极跟灭 明色极 明色灭 处极 处灭 爱喜极 爱喜灭 好 那 那三个重点 基本上就是 你要离那个 爱懒心 那 子曲心 那你的爱懒跟子曲怎么来的 当然是从 感官 六根对六指 就是六根门头 那么这个在 这个在 陆处相应 就多数讲这个 就是我们烦恼 烦恼的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感官接触到境界 我们很难不取着 那么 不知不觉就取着上了 揽着上了 那么一天比一天揽着 那么当揽着的当下就增长这个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又加强我们对境界的揽着 就这样相互循环 那么 那么烦恼就越来越重 那所以不惜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不要 离去自己不想要的 就会造作很多 那么比较重的业 那又会受到重的苦 其实这样来的 所以这里说到爱喜极 爱喜面 处极 我们 单单看这三点就可以了 就是爱喜 那么 你的懒爱 通常都是 由于 境界 对境界的懒着 境界不外乎是 是言而鼻舌生意对射身相会触法 不外乎是这样 所以一般来讲 有些修行是从 守护根门 叫做根律 那么守护根门下手 也是也是因为因为烦恼的起源 六根门头 这是贼进入的地方 贼就是烦 就是 你家有六个门 那么 他随时开哪一个门进去你不知道 然后常常 进去里面就偷你一些东西 走了 比如说你眼睛看到这个人 你很讨厌 当下 你的慈悲心就被偷走了一点 你的忍耐心就被偷走了一点 就这样 你的智慧心就被偷走了一点 你不知不觉的就这样偷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就失去耐心 失去安定 失去慈悲 失去智慧 很简单的道理嘛 每天偷每天偷 他不断偷 他不到偷你比较宝贵的 这些德性 他还给你留下一些垃圾 你清不完 就砸一点烦恼 烦恼 通常是这样 所以 再下来 这个是处 就是讲这个道理 六根门头 你要关注这个地方 他跟你讲 己跟灭 就是因在这里 灭苦的方法 灭苦的关键在这里 他跟你讲这个 己跟灭 此有故彼有的道理 那明色己 就是我们这个心 这个身心 都是由这个事 这事到底怎么来 为什么认为有一个我 就是 持取这个色受想行 我感觉怎么样 我印象怎么样 我认为怎么样 我自己长得怎么样 反正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 不断的造作 不断的造作 运作 那这样 我见我爱 就不断的增加 所以如是色己色灭 为色己色灭 其实就是受想行事 五蕴的极灭 那么这样 我见我爱增长了之后 不断的 不断的烦恼 造业 就不断有 下一次的五蕴声又有 就这样 他不一定是五蕴 但是就是身心 所以他这里讲 五蕴极灭 佛说此经 诸比丘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那这个是 看起来简单的一部经 但是因为他的 他的说法有一点点跟我们 说的 不是那么完全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容易从这一部经理解到 他到底是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讲 讲这一些持有顾不有的道理而已 那么让你知道 你要从哪一个 就是让你找到下手处 关键处 修行处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早上讲到道理